洛峰文言略以思量如此说道 有 无双岛 黑礁水域那边有一座名叫无双的孤岛 因为周边暗礁密布 海浪滔天 加之岛上光秃秃的 没有植被生灵 果儿方圆万里都没有人烟 我还需要你帮我在无双岛上建造一座法镇 但平吩咐 嗯 韩利点了眼头 随即取出一张早已绘制详尽的图纸 和一枚黑色的储物戒指递了过去 法镇的阵图在这里 所需要用到的材料我也一并给你 你要尽快着手去办 七日之内必须建成 洛峰伸手接了过来 瑞翼查看之后神色微微一变 随即说道 我这就去办 不急 这里还有一些修炼功法和灵药心草 是给乌蒙捣的 你也收着吧 说吧 韩利又把一枚白色的储物戒指抛了过去 洛峰接到手里 连看都没看 直接败道在地 多谢刘大人 戴琪离开之后 韩利的目光落在地化身的身上 后者也心有所感的抬起头来和韩利对视 韩利望着眼前这句和自己长相几乎一般无二的化身心中不由地生出几分感慨 这句化身当初是由自己一缕神魂加上弹魂花所凝练 本身就已经拥有相对独立的心智 自己与之断开联系这么多年 其修为成长的同时 心智也愈发完备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对方是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 若是自己在此前仙界各处的历练中 真有什么意外陨落了 只要有这句化身在 便也算不上真正意义的身魂俱灭 而由于自己的一缕神魂可以随时收回对化身的绝对控制权 所以即便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自己如今无论是修为还是神识之力都远超化身 自然就不用担心他会反噬 当然了 那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步 若是自己这句分身彻底失去了自我 便无法再像如今这般替自己镇守于此 半上韩丽开口说道 我有一事相求 地化身神色不便说道 你我本是一体 何谈相求二字 有话直说就可 韩丽略犹豫抬手轻抚过自己的面庞 随着一阵清光流过 遮挡在他脸上的劲指撤去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只见其眉心处黑雾缭绕 中间凝郁着一个奇特的符文 而其双眼之中更是闪烁着道道血光 瞳孔深处渗透出一股强烈无比的凶煞之意 地化身盯着韩丽眉心的符文看了一眼 陡然一惊 便觉得那符文看着就像一张 猙獰凶恶的面孔 上面乌光汹涌 似乎随时便要破开血肉 钻出了一样 这是什么 地化身虽说是从韩丽的神魂中分离而出的 与韩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毕竟久未联系 根本不清楚自己看到了什么 紧接着他又眉头一簇惊骇地说道 你的修为境界 先前 韩丽隐藏了真实的修为 此刻完全无保留地呈现出来 他苦笑一声缓缓地说道 我如今 修为困在大罗初期巅峰 又遭到恶事侵扰 面临着展示大观 大罗 大罗竟修士 即便是化身 此刻也实在觉得难以置信 通常来说呀 走地先一途 有信众的信仰之力加持 并在修行路上也算是走了捷径 只要信众足够多 那么修行速度呢 是要快一步的 这段时间以来 由于黑风海域相对封闭的特殊环境 假之含力打下的基础 乌蒙岛势力的信众和发展速度 可谓是突飞猛进啊 得益于此 地化身修行的速度已经不算慢了 可是比含力就实在是有些微不足道了 地化身略微一愣问道 这么说来 是在展示仪式上 我能够帮助到你 含力点点头 缓缓地说道 不错 展示之难 在于如何和尸魂相争 将之展出体外 三师 皆为根性执念 其力量的增长 几乎伴随了修饰整个成长的过程 单凭自身神魂之力 想要挥刀自断 难度之大 可想而知啊 我侥幸得到了一门展示秘术 可以转戒之法 将恶尸转于你的体内 可以大大提升成功的几率 风险何在 展示的过程本就是一显 稍有不慎 我原本的神魂 既可能为恶尸所示 从此性情大改 恶尸当道 另外 即便展示成功 将其封入你的体内 其也有很大几率 占据你这具地先之魄 这么说来 便只是用我来做 这接引的容器 的确如此 地化身露出些许古怪之色说道 如果是你 会答应吗 其实与你也并非没有好处 乌蒙岛这片海域众信徒 就这么多人 我想这么长时间以来 你未能跨入太乙境的最大原因 便是所能接受到的信仰之力有限 尚不足以帮你突破境界限制 对吧 地化身文言 沉默片刻点点头说 不错 我有办法帮你脱离地先之躯的束缚 让你从此不再依靠信仰之力 地化身摇了摇头 显然并不太相信 韩丽的话 当年是如何炼制我这幅身躯的 我想没有人比你更清楚 而这地先之躯 与乌蒙岛的联系 我想也没有人比你更清楚 如今又怎么可能 说斩断就斩断的呢 这个我自然清楚 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 你的地先之躯 与乌蒙岛的联系 只会更加紧密 不过你不清楚 恶石身上所携带的能量 有多么强大 一旦进入你的体内 为了更好适应你这具身躯 必然会对你的地先之躯进行改造 以大罗之力从内部着力 斩断信仰之力的牵绊 并不是什么难事 地化身文言陷入沉思 半晌之后才问道 此事当真可行 即便不敢说有九成把握 也有七八成吧 斩断信仰之力的牵绊 那乌蒙岛的导众该如何 且不说洛峰如今已经是 真仙级别的修士 你若愿意继续庇护他们 留在此处百年 凭我留给他们的先之灵草 和法器宝物 也足可以让他们 不惧黑风海的任何势力 况且断绝祖神意图 对于他们来说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